嗨 大家欢迎收视频 现在先是7月6号 去到凌晨3点多时间多 美国独目时间吗 讲一下这种信息 大盘 石油黄金 然后中国股市暴涨 本周市场关注吗 然后回答 回答下AP API 这股票吗 上个视频 有个留言吗 说 问我一下关于这个叫什么英文书家读 应该叫读Agora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错了 那么中文叫生亡吗 应该是叫读Agora吧 Agora 我不知道 想问我就是对这支新股的看法 我很简单的说一下 等下再说详细一点 就是说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看好的 这个股票非常看好 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分析的吧 其实你从前几天跟我说的话 其实更好一点 因为当时价格在有低到 低到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点吗 现在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阻力线 冲向第二个地方 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当时呢 现在我把这个股票跟其他美国类型的公司 比如像 那个叫什么 W ORK 那个叫什么来着 slack 对对那个slack那个网站吗 slack那个公司 还有另外一个是zoom zom 这两个 美国目前上市的 这几个美国本土的 应该是美国本土的企业吧 公司吗 互联网这个吗 一个是zoom 一个是slack 这两个很线吗 特别是zoom 基本上是很类似的东西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生亡这个产品啊 他应该是中国是吧 中国的公司吗 在美美国刚刚上市 那我看了一下他的产品啊 我看起来是 真的是很不错 我很不错他的产品吗 我觉得是相当有前途了 至于他公司的业绩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并不重要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赚钱 现在我估计应该是没赚钱 因为像很多像zoom的这些 slack这些公司 很多都是 这种互联网企业吗 他们 股价并不是单纯靠目前有没有赚钱来算 就像那个 叫什么来着 Uber这些东西吗 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子吗 包括特斯拉也是这样子吗 他不是说 有没有赚钱 才能够让股市涨吗 因为像特斯拉 很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涨股票 就是公司盈利都是亏损 但是照样可以涨很多吗 好像 然后 我这里 怎么说呢 留意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我不知道 合不合适吧 我就说我本来想是说关注吧 因为平时都是那个关注那个词 但是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就觉得 留意这两个字 更加贴切吧 就是留意发电和这个认字这两个板块吗 我就给了这几个例子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说一下这个是中长线 中长线 适合放 就是你原则来这是一个月以月为当于一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这种吗 ED EQR 这两个都是任意板块吗 欧是 欧也是那个任意板块 发电的话 ED 呃是 发电板块 其实我上一周在我记得是在星期三的时候有讲过 发电板块 大家应该有印象吗 我在七月好像二号三号 一号时候有讲过上周有讲过发电股吗 后来的话 结果结果马上发电我就长得非常门了 上周发的发电板块是长得非常好的 目前就现在看起来的话 上周讲过看那个 slu 有这期 对上次有讲过吗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 有讲过这个是 发电板块吗 这上次打的记号那么现在已经讲到这里了 目前看在就是主要就是以中长线为主吗 那目前的话几种来说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到底现在是57块也就是还有六十六十几六十块七十这个范围吗 总体来说因为他这个 价格的波动是非常稳定的 我这种来说就是 在我看来就是 比较容易的单子吗 比较好做的单子吗 这种情况 至于短线方面的话做一下更新啊 做一下更新啊 其实这周 上周因为是短线嘛 短线方面的话价格波动比较快 上周我基本上把手上 老师跟他说我上周基本我现在看到的大盘是涨了1.9% 但是我上周星期五的星期四的时候其实测了不少 因为 刚刚好当时大盘是在那个 最近的一个月的主力那附近了 包括的Visa我已经我也是撤了挺多了 还有什么其他有些 看一下 也VisaVisa的话我上次有在这里 有进区啊 然后 现在已经撤了一半 现在还留了一点点吗 我估计明天 我本来是想在这里这个地方测掉吧 测了一半后来我没有全测掉 因为我 我是觉得 其实我最近的目的 希望能够达到200这样子吗 但是呢后来 我还是觉得有点 大盘有点怪怪的感觉吧 因为我们看看 等下 再说戏里面 就是 后来我就觉得先撤掉一半嘛 现在 197 这个地方测掉 然后 我看明天能不能涨到这里 200的话我估计 我的目标达到全部打倒了全部撤掉了 最近还是比较顺利的 最近还是比较顺利的 PASI的话 其实我 上个视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吗 PASI是吧 这7月号的视频 PASI已经放了好几 PASI下已经 也已经 就是达到这个 这道震荡的范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原则的来说 估计还能够再讲 但是呢 至少在这个范围比较大的阻力 已经失望是结束了吧 是这样子 但是 从长远讲来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迟早要突破了 估计 不用多久了 下面这个地方 AXP 我这个把那个改成AXP CBS把测掉 不是测掉 就我去没买 就是先把删掉吗 我在这这几个个合适点 M 的话 还是比较顺利的 Merk的话在这个地方非常大的防线吗 之前有讲过吗 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像 近乎是可以说中长线的 就中长线 加上短线的结合体吗 非常的 稳定 现在这是日线的 所以说 还在这个地方 就往上走了 BIB还是OK的 还有就是伯克希哈萨维 可以关注一下 明天有什么 有什么动态吧 因为 今天我看到头版新闻是 巴菲特 这个Burship by Domino Energy Natural Gas Asset OK Domino Domino Energy我记得他的股票是D好像这样 就是Domino Energy吗 但是他是说买买这个 Natural Gas 这个XM 也就不是把全部买掉 只是把部分买掉吗 这样子吗 我们可以看看明天的话 伯克希哈萨维的股价什么波动吗 但目前我看才在日线 一般的短线方面 怎么搞呢 这个伯克希哈萨维的不好听 在这里 OK 是这里吗 目前的话 我注意到在这地方 有一个 算是一般的一个日线的一个关注点吗 在这里附近吗 有可能会继续往上走啊 我这个地方是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涨的话 可会到200左右 现在是178 在明天的话反应非常重要 明天的话在这种大的新闻出来之后 其实他在 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一道防线已经开始反弹 在175这里 176已经开始 往上走 但是相比之下 他的涨幅真的是很慢 相对大盘来说吧 是比较的慢 所以说我预期应该来说 他的这个力量应该来说 需要差不多了吧 应该应该应该 看看明天的新闻很重要 明天看看 对他股价有什么变化吧 看看他人 他涨的速度能不能够超过 超过大盘 啊好 就这样子吧 然后 说下 S&P500的情况 S&P500 其实最大事件 其实现在股市最大的热点 就是亚洲 就是中国的股市 真的是非常的猛 现在 我已经说了 差不多三个月了 一直讲到中国股市吗 将会是全世界 表现的最强的股市吗 在接下来的大几个 可能一两年之内 非常非常有可能 会从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股市 然后现在看看大盘吗 大盘的话 回顾一下上周 我们当时 上周在7月2号的 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吗 当时的话 价格 后来第2天就是7月2号 星期四的时候 11点的时候涨到这里 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我把手上其他个股的 当时我在想个股嘛 先测掉 因为我当时 我的评估是 这里有到阻力吗 有到阻力吗 所以说我在 是就是 广线方面 先测掉一些的 后来他就 我这样还有百分之 不到一半 只有一半 估计明天看看 差不多是一半 对差不多一半 撤了全部全部的仓位 撤了一半 大家 对 差不多一半 还不到一半了 现在 对对差不多一半 我的 对对还差不多一半 那么现在会涨到 下到这里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确实 我看到大牌有些 有反应吗 开始降下来 降下来就到了 我们 过了周末之后 开始暴涨吗 我们看到 在亚洲 特别是 中国那地方吗 包括 上海 很多深圳 还有香港 表现得非常好的 盘面吗 现在的话 我看上去的疫情 总的来说还是那什么 其实 整个世界不是非常的 担心疫情的上涨 目前是这个情况吗 怎么说呢 没办法 这个是市场太强了 现在 疫情方面基本上美国这边是失控了 我们都知道 主要是 在其他方面的 其实我看到 是关于疫情 疫苗方面 有些 有的在研究当中吧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最核心的这个市场 我当时的评估 就是说 这个市场 人啊 人有没有 一天死多少人 加上那个疫情 增加多少人 不是 说 非常 市场非常非常的担心 市场 最担心的 在我观察 就是说 会不会 复工停止 也就是说 只要 如果说美国 就是说 虽然说疫情增加 但是 包括我们现在 的政府 美国之间的政府 是说 不会 像三月份那样子 就是 大规模的 就是停工 这样子的情况 就shut down stay at home 目前 只要这个东西 没有全面的实施 像三月份那种 很多 美国很多个州 都是 这种 居家令 这种形式 只要没有 这个东西 放出来的话 基本上股市 是不担心 这个疫情的 怎么每天 什么增加 五万 什么 五万 五万多 都不怎么 基本上是免疫的 目前的话 是这个反应吗 OK 那么现在 我确实有看到 有些新闻 包括现在 有一些州 开始 像德州 有些州 像佛罗里达 个别一些地方 Georgia 也是 就是说 重新关门 酒吧 不开门 是这种情况 然后我也注意到 现在很多美国 也逐渐逐渐 有越来越多的州 开始要 要求你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就逐渐 有越来越多的州 是强行要求 像德州 基本上 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几的 都已经开始 强行要力 在公共场合 要 就你出去在街上 就是走路 也要戴口罩 这个其实是一个 对于疫情的控制来说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其实这种东西 在亚洲 很多我们都知道 都已经早就实施的 包括欧洲 但是美国非常 非常的慢 美国戴不戴口罩 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的 政治的 带有很强的政治 政治的 形态在里面 已经不是单纯的 卫生问题 已经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的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 大阪已经冲到这里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 明天的话有没有反应 现在第一道房线 是在3154这附近吗 315G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 能够维持住房 我们看看 看着办吧 他先看看黄金 黄金现在反而是 没有什么反应的 现在估计市场 面对这种情况 好像把钱了一步 就是该回到的股市里面 所以说看上去 现在黄金的话 旁边是不太理想的 毕竟已经到了 上次的这个地方 之前的最高点 是在1789这附近吗 那个家伟是在12年的时候 这个附近 所以说我个人的感觉 感觉就是说 我觉得黄金接下来的旁边 我觉得宁愿 我宁愿去做多石油 也不会去做多环金吧 就在我现在看 就旁边来说的话 在短期之内 相比之下石油更好看一点 这个旁边更好看 目前的话 环石油因为疫情的影响 受到一些问题 在3月份的时候 这里我们看一下 从这地方疫情爆炸 从这里下来 现在逐渐逐渐回来 那么意味着 它的胜负的空间 还是非常的巨大 像我看了过去 这几年历史的话 最高的时候达到6070 能不能回到100 我觉得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是很难想见 除非有世界性的 大规模的这种 比较大的军事冲突 可能会回到 六七十七八十 或者说比如是中东 或者伊朗 跟伊朗搭起来了 整个波士湾全部打起来了 这样的话 会可能会达到这种这个值 高点 但是不然我正常情况下 是无法想象会到达那个地方 正常情况应该来说 是在50到60到70 这附近 应该说五六十 还都算是正常 相比相对于环境的话 我是个人是比较看好石油的 因为从旁边 从旁边跟历史上来看 还有基本面的分析 影响来说的话 我就石油的涨位会稍微高一点 而且石油本身是一个 可以说是个必需品 在国际上面 很多比如汽车什么东西都要需要 还有随着航空旅游逐渐的恢复 虽然说美国现在是很严重的 但是在欧洲 像包括中国或者韩国 日本 这些东亚的 还有欧洲的话 现在飞机 我看到新闻是说飞机 旅游方面 不是说旅游 就是出入境方面 开始逐渐逐渐放宽了 可以飞来飞去的 当然相比之下 确实美国现在是很多国家都不接受美国的旅客 我们原因 我们就大家都知道了 我想谁敢接美国的游客 太可怕了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在美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估计也只能等疫苗出来的 现在说到美国 这个可能话题有点仇远 今天那个堪力 叫什么 堪力外是吧 堪力外是那个 说什么要叫什么参选总统 这个我还在观察是真的假的 如果这样的 如果说堪力外出来 真的出来竞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 我看起来呀 基本上民主党 要是那个拜登要输了 如果说堪力外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出来损的话 我觉得 拜登目前胜算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相当相当高 我最近注意到有很多 美国方面的一些新闻 包括很多相当多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的人出来 都反对川普支持拜登 包括有些出钱 像那个Lincoln Project 也是很大的一个共和党的一些组织 都出钱出来打广告 反对川普 所以目前我在分析 这些胜算的几率 也是对未来自己 接下来的理财方面做好准备 这样子 还是那句话 我的看法就 即使是拜登变成总统 对股市的影响 也是有限的 我个人认为 但是可能是对大家我在说这样 可能会对医疗保险影响比较大 医疗保险 像那个比如说像United Health UT 我忘记了是什么UTN是吧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UTS还是UT 什么 UNH UNH 现在就这个在这里吗 就是现在如果民主党的人 拜登如果做总统的话 民主党的人 接下来他可能会 重新再去搞那个 奥巴马的那些很多 比如说那个公立的 比如说国家的这种 就是医疗保险的计划 这样的话对这些 这些公司是有一定的 是有一定的影响 是有一定的影响 可能我如果评估 如果说到时候 民主党的人做总统的话 这些相关的 医疗保险的公司 他的那个上升的服务 将会受到限制 就是发展不可能像 现在目前川普执政这段时间 对于他们这么有利吗 因为他们的获利将会被大大 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这样子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这个板块方面 确实是可以注意一下的 但是 对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 反正就是我目前所能够理解的 就是说对这个板块 医疗保险板块是不利的 这样子 OK好 现在有点扯远了 现在说一下 石油也说完了 石油我带来看看石油 石油的盘面 目前还是非常的漂亮 从这个地方 从7月的1号 2号 3号 4号 这里逐渐逐渐 开始速度越来越快了 向上走 就是随着全世界经济 逐渐逐渐恢复 尤其是 其实说实话 主要就是中国方面 还有欧洲方面也开始 疫情也稍微好一些 这样子 然后中国现在的服务业 跟制造业方面的数据 都非常的漂亮 订单 从苹果的订单 很多订单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 现在再看看什么 什么东西 我看看在版面的新闻 现在其实最大的亮点 就是 这里主要的盘面 这里是讲到上海的证据 上海的股市 就是上海指数 上海 sword money night 5% 还有深圳的股市 包括香港的股市 这个我就不太多说了 因为 再多几句 因为上次有讲到 我注意到最近 有一些博主 有一些 就是股评的博主 也开始讲中国股市 哇 一直这样 大家看一下 5.71的 Oh my God 这个太闷了 现在的话 有些博主 开始说要不要买了 其实 我包括我上一个视频 有位观众 有位观众 有个留言 问我 就是说 最近 他最近想 突然 在想要不要去买中国的芯片股 就是 因为最近这一个月左右 是吧 中国芯片股 有些中国芯片股 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六十都有 就在美国 也有在美国上市 有些芯片股 就是也是中国企业 包括 更别说大陆的 更离谱的 就是 涨了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的都有 是不是很明显 那么 我其实在两个月前已经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我当时的价格很不错 很好吗 呃 原因的话 我讲了很多次了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买 而现在其实我注意到 现在有 现在有刚刚有些 博主啊 才开始讲这个 其实我在 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在2700多的时候 上海这里2700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这个股票 我当时一直说吗 还有就是 呃 这个香港的恒生植物现在涨了百分之四年级了 我在这个里 就是这个是以前原来打的那个这个技术的分析吗 都答案都在这里 你可以到我3月20几号的视频吧 我当时都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就是美国的制裁 对于这个香港的发展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这个没有任何的作用呢 只会使就是说你越制裁越多越好 对于香港对中国股市或者经济越有利吗 我其实已经讲过 这个话题是很具有争议 我知道有些啊 网络上特别讲政治的一些话题的人吗 会觉得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但是呢 我已经讲过了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 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势头吗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那么现在的话讲价格已经讲到这里了 目前的话 如果从旁边大的旁边来看的话 你可以注意到大概还能够涨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还能涨几年的吧 但是呢 当然速度可能会啊 降下来 但是目前大概可以到34000多 香港的股市大概在33000 34000 或者35000左右 目前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巨大了 这就是非常典型嘛 因为现在美国的牌基本上全部打出来 还有一张牌叫做金融牌 还更猛的 就是说完全不跟他交易 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 香港的货币跟美国的兑换这方面 如果这样做的话 当然对香港有点影响 但是对美国自己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在有时候关注的时候 他一直想就是美国对别的国制裁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 为什么说很多情况下 美国比如说很多制裁都没有做 为什么 因为他打别的也会打到自己 就是三敌1000 是什么 三敌1000 至3800是吧 有句成语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美国的制裁其实都非常的克制 非常的有限嘛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 我观察到包括任何的军事行动 很多美军都是非常的克制 因为这里可能反正军事方面 我不想就大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没有这么简单 什么美国就是不是想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这样子吗 外长有点咳嗽 那么上海的旁边现在是这样子吗 涨到这里的空间是相当大 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我因为我再说一次啊 就是我一般来说啊 我找股票 我找价格的时候啊 就是说打个比方吧 就是说 你说这个 比如说上海这个 包括深圳 现在价格在3300多 那么问题出来 能不能够涨到4000多 5000呢 我想跟你说 百分之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OK 但是呢 我一般来说 就是看到价格啊 或者买的价格 我一般从来都 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不想去追高 我一般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都是在 2700 2800的时候 我都是进场 一旦过了这个地方 我基本上就 包括不是在 我不是单纯指的是 这个上海嘛 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包括外汇 所有的东西 我都是在 一个相对于来说 比较好的价位 进场 一旦过了一定的值嘛 即使它能够涨再高 我都不需要了 不要了 就是我一定要 一个这种 怎么说 第一有嘛 就是你买东西嘛 一定要有个最好的价格 最理想的价格 我不敢说是最好 但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就像上次说的 之前有讲到 康慨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嘛 康慨什么 我之前有在这里讲过嘛 就是康慨什么 今年在这个位置买进去 然后现在问题出来了 康慨这里能不能买 还不能再涨 当然有可能 只是说价格就 你的回报率方面 就已经受到限制了 这样怎么 就像上海跟香港 其实是这样子 会不会涨 我跟说百分之百 还会继续往上涨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可能会有一些小回调 就是跌宕起伏嘛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上涨 还是会涨的 这样子嘛 OK 包括什么新片股 像中国那些 还有就是我再说一个东西嘛 有的人说要买什么 中国有 中国比如说 有什么类型的股票 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板块比较好吗 其实问题 我觉得很简单 什么东西呢 就是哪个板块 什么东西好了 为什么我上次说芯片 是因为中国的芯片 还不是很好 跟美国 西方国家有差距 所以说就 芯片股嘛 我给你打个比方嘛 所有任何 目前美国有优势的东西 行业 比如像发动机的 某些比如像军工企业的 军工行业的 高端科技的 还有什么 什么芯片东西吗 就是凡是美 凡是中国 目前需要外国的 需要一些进口的 中国一些落线嘛 这些都是最 这些潜力都是最大 巨大的 这样子嘛 比如像芯片股 中国不够成熟 是吧 需要需要些 跟美国 还有一定的差距 OK 这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权力 就所有东西 你能够想到了 什么东西 美国目前比较厉害的 而中国还不够好的 那么这个行领域 就是潜力比较大的 因为中国很多东西 目前的速度 在逐渐逐渐逐渐 就是因为中国的科技 在逐渐逐渐 向那个美国追赶 像有些部分 有些某些东西 其实已经达到 甚至超越了 只是因为这个两国 现在是竞争的 非常激烈 现在非常的激烈 这样子 因为中国也知道 很多东西 不能够被美国卡住 一定要自己 一定要做出自己的产品 绝对任何东西 包括我们看到的北斗 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北斗现在也做出来了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未来的发动机 什么芯片 都是全部都是的 所以说你只要 潮的 用这个事物 来去想中国的 哪些板块 目前是最脆弱 我就觉得 这些板块 都是相当不错的 这样子吗 OK 好 我就不多说了 下一个是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本周市场关注 没有太多关注 居然是 非制造业 PMI 什么叫 任何非制造业的 OK 这个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想象到 现在的话 它目前的评估市场 是50吗 Above 50% 所以说 一般来说 肯定是要上涨的 目前明天 只是说 我们不知道多少 它这里是些50 我个人判断 是上周 我当时对 制造 对就业人数 当时我的评估 是大概是四五百万 后来答案是 美国的失业率 增加的就业人数 我当时评估 大家应该有影响 我是说大概四百万 至少 八百万应该不可能 但四五百万应该是有 后来答案出来 就是说五百万 那么市场反应 是非常的积极 非常积极 那么它这里是写 None Manufacturing PMI 是50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止50 这个我是有点勉强 我觉得应该是超过50的 OK 好的 就这样子吧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新闻 主要就是 我要这个 None Manufacturing PMI 还有个 就其他都是 这个是加币的 这个是奥运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态度了 好 现在就 彭博社的手艺 彭博社 有没有讲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这里 OK 这里有讲到 上海的5% 主要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对很多的策略 他这里有讲到 他的解释有两点 其实我是完全认同的 有几点吗 我上次也讲过 有讲过嘛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疫情方面 控制的是相当的好 相当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因为他经济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就是一些经济的一些测试 包括地摊的什么东西 整个水中服务业 就是什么地摊 甚至搞的什么地摊的东西 经济是吧 使他服务业反弹的是非常剧烈的 服务业反弹的非常厉害 然后的话制造也开始回来了 这样子吗 其他目前我看到有个新闻是关于中国有个叫什么 大家看一下 是鼠疫吗 就是黑死病 我就是黑死病的一种 另外一个名字 就基本上就是黑死病 目前在在 其实在 首先说在2009年到2018年 这九年十一年 中国他不是报告是有26例 死了11例吗 其他国家偶尔都会有这是黑死病 其实这不是什么 是很不要什么司空见怪 我觉得很多人又开始炒作了 网络上又开始炒作这个话题 黑死病在中国 就是包括不是只有中国 在其他国家 偶尔每年都会有一些个别一些人 因为黑死病死了吗 但是为什么没有爆发 像新冠病毒或者说流感那样子 其实我自己前几个月 就是在新冠病毒爆发那段时间 今年早些时候吗 1月20 1月份20分的时候吗 我当时有去到网络上去找一下 关于黑死病的相关 就是我也找一大 就是我也去看了伊波拉病毒吗 伊波拉还有什么 这个是什么黑死病吗 各种各样的病毒 它的一些故事背景吗 我现在我是前几个月 我当时有看过吗 我现在还有一点印象 就是说黑死病这东西啊 它的死亡率啊 致命率啊 要远远远远远远远超过新冠病毒吗 基本上重的话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OK 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也没有一半 伊波拉病毒更高 我记得伊波拉病毒将近是50%的死亡率吗 鼠疫的话大概也快要接近50%左右 我记得它也是相当高的 OK 大几十的死亡率吗 但是为什么没有大量的传开 还是因为黑死病这东西啊 它你一旦得了 我不是说你啊 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得了这个黑死病啊 它身体的反应啊 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很明显 那就是说不这样 它没有什么像我们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很长嘛 有时候一个星期 有时候两个星期 黑死病一旦得了 一般来说几天之内 一两天或者两天 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之内 你的身体马上就反应出来 所以说虽然但是它的传染性很强 但是呢只要稍微就是控制一下 黑死病就结束嘛 这不像古代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不懂嘛 但是至少自从人类知道 它这个发病的原理和这个特征之后 后来的话 黑死病就 基本上我们就很少 就几乎没有什么听说 什么哪个地方 什么爆发大规模黑死病死亡 因为它黑死病 它的这个症状发作非常的快嘛 很快你就知道了 而且它的传染性要它的传染性其实没有黑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短距离 你要跟它很接近很接近 你才会得到这个病毒 它不像那种新冠的流感这种空气 你隔了什么一两米两三米都会得 而这个黑死病你要很接近 你才能够得嘛 这个是我之前在YouTube上面 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嘛 谁说这个黑死病这个新闻我是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去担心的这种空间吗 完全没有 OK 就跟大家说一下 好下个回答 回答是个问题 叫API吗 这个叫应该叫 Agora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这个生亡嘛 首先看到它的产品 我一看我就喜欢了 这个真是非常的有前途嘛 我对它非常的好评 我这样我可以跟它说 它现在有所谓的使用的当月所用的通话分钟是多少呢 各自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十一百一十什么 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十一 四百亿分钟啊 一个月四百亿分钟 使用这个服务 一个月四百亿分钟 全球注册应用数是18万 这个肯定还会继续增加的 你看可以想象到这潜力是非常巨大 才18万那么使用它的产品有谁呢 哪些公司有用它产品呢 这里有小米公司 什么秘密 我不知道什么东东 很多中国公司我不太多知道 这个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中安保险有听过 新东方很出名 余虹明是吧 新东方嘛 他是非常适合做这种教学呢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美国这边可不可以怎么 我在美国这边 其实我老实讲 我是第一次的 我是第一次听过 就是因为上个留言 我第一次才听到有这个公司吗 叫声网 以前我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OK 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看出来 他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服务吧 但是美国目前我也没有开过账号 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做 我不太了解吗 OK 好像看起来 好像我也可以登录是吧 好像我也可以做 好像 不过我目前是用不到 他的服务吗 他又讲到每个月头一万分钟是免费的 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直接进入主 就说下 其他的至于他的 关于他的业绩报告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 不用这种东西就 业绩报告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不用看到业绩报告了 他不是靠这个业绩报告 就是在至少在一两年几年之内 不需要看他业绩报告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我说业绩报告 我指的是有没有赚钱 我再澄清一下 我不是说业绩报不重要 我是说 他的公司有没有获利 有没有赚钱 就是 就是说 就是next positive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用户有没有增加 他的公司的销售有没有增加 这个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个公司就是很典型的 像那个Zone这个例子 先看看他的盘面 那么他的 开盘是在6月26号 那么其实很典型的 他在开盘的时候 在这里上去 是吧 IPO 然后下来回到这个地方 第一道防线 很大的 超级反弹 就往上走了 其实如果 你之前有问过我的话 一开盘的话 我当时也是同样跟你讲过 开盘的这个地方 就IPO之后的 投过了一个月左右之内 他再回到这个老地方 看看有没有反应吗 因为有些IPO 他在他发行之后的 回到原来的IPO这个地方 原来的IPO的价格 开盘价 经常有时候 其实就是他的低到超大防线 那么很多 不是这个API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 我等一下给你看看 Zone也是这样子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看他第一道防线 反弹 到了现在 到了低到主力 在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现在的话 我这个是小石图 小石图的话 在下午 在开盘这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的主力下来 然后后来就逐渐逐渐往上走 就在上周星期四的时候 整个盘面已经冲破了 冲破了第一道防线 所以低到主力 但是我话再说回来 其实原来来 其实这个股票 一般来说IPO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进产品 这个地方吗 一般来说 我对我所学到的东西 就是一般来说 开IPO 一开始 头几天不要买IPO 我以前是 有这个 有读过一些文章 还有这些 一些自己的观察 就IPO一开始的时候 除非你是 有真的是做日内交易 超短线日内交易 但是一般来说 做那种 做那种swing trade的话 其实我所学到的是 相关文章 相关一些书籍是不要去买 就是一开始 刚刚IPO 你如果想要做swing trade的话 先等一段时间 等几个星期 一个月左右看看 这样情况吗 就至少等到它回到这个IPO价格吗 那么现在已经升到这个地方 然后 现在已经突破这地方 主要先到第一道防线 所以 现在已经到第一道支撑点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明天的话 什么反应 一般来说最好的 最佳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的API价格到这里 再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杀进去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其实原来 其实这个地方 原来有两个进场点 第一个进场点 是在这里 第一个进场点 那么既然你已经错过了 这个地方已经错过了 那么这里的话 其实在上一次的 上一周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第二个进场点 也就是上周星期的下午一点左右 这是第二个进场点吗 这个地方就是回到这里 稳定住 我们看看 你这样要看很清楚了 这第二点的 现在的话 一般情况下 在这种类型的旁边 最好能够 能够回到这个地方 再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再冲上去 这样是最好一点 这是我 这是这种旁边 我所学到的 是这样子吗 OK 对基本上 那我再看看这个Zone 是GM Zone其实跟 这个 声网非常类似的公司 我们看看他的公司的情况 是2019年5月份吗 当时价格在这里 现在已经达到261的 OK 这个公司基本上 也没有怎么挣钱 他基本上没有赚多少钱 那我们来看看 他的IPO的价格 他的波动情况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类似 OK 这是IPO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吗 67块 然后冲到这里 再下来 大概是12345 第五天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附近吗 再看一下 就回到这个地方 就有点类似 刚才那个API是 上去 下来 远点 那个其实旁边更好 这个的话就有点类似 上来 下来 然后开始往上走了 然后的话 就是突破了第一道阻力 在这个地方 然后阻力的话 你看一下 在对到这个地方 是暂时在这个地方 73块 74块的时候 冲破阻力 然后再回来 然后稳定一段时间 再冲上去 所以说 然后后来就 Zone就当 现在就价格 涨到了多少 200多了 那么说到这个 什么来着 就是API 我不知道百分百会不会历史会不会像像中那子发生 但是呢 我只能说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首先不能这是适合做中长线 可以放一个可以放几个甚至半年或者一年吗 潜力非常的大 他呢我长得我长得非常有点像利尤 有点像比亚密 这种股票吗 这样 其实我其实这种 这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止损的话 不能够单纯传统意义上的止损吗 因为不能就是不 不能够因为传统的止损 是用那个有加杠杆的那种正股吗 或者说其他或者是有些的期权也好吧 但是这个我该没有什么期权 我不知道有没有期权 但是呢一般来说 有加杠杆的止损 需要 要控制好吗 但是这种类型的话就是说直接 买个一千或者几千块或者一万块 或者不知道 反正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吧 买进去之后 整个单子就是 STARLASS 整个单子就是STARLASS 然后让他等一段时间 这样子吧 好好就讲到这里吧 都讲完了 留意一下这个板块 好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ED 我再说一下ED ED的话其实我前几周有讲过 当时好像有在这里吗 我就这里讲过啊 那么ED的话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安全吗 肯沙拉的Edison他这个公司服务的范围有在 嗯在纽约州啊啊也也有在新泽西也有在 呃怎么看周也可能可以吗 啊主要是这这三个周吧 我印象中吗 长导的这些主要是那个看周纽杰西跟纽约其他好像附近也有好像危机了 但是这三个Tri-State是比较大的 啊服务方案我以前在我以前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也都有有收到他的那个这个公司电单吗 很多纽约是呃在布鲁林的时候很多都是他这公司提供的啊 这样子吗 很很这个工资很大了在纽约是大一般大家都知道都有OK 那么现在旁边来说是非常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你可以看一下非常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低风险OK的回报就像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但是呢利息比银行好很多倍 然后呢呃他以这个也有其他涨的幅度空间嘛就是这个就很典型的异地嘛 没有什么太多可讲了就中长性还有是欧啊也差不多啊之前有讲过在这地方有讲过了 现在已经讲到这里了我过去接下来的话迟早会的呃会到上面我的评价我个人看法的一期一一Q24跟刚才欧有点类似吗 呃他是房地厂这种管理的绑呃公司吗也是这样子没什么可讲的就是放在这里吧就是中长性吗好不可以 呃好就聊这里啊然后怎么说呢还有什么没什么事情啊对 好点赞订阅分享OK下次再聊拜拜